还有布里乡公所经历了5周43小时的研习课程 终于在3月20号举办了成果展示 每一年的成果发表都让人惊艳 今年除了是有传统手工记忆支部之外 还有木雕发表 江东城是希望未来能够更加用心规划 适当的研习课程 来吸引更多有兴趣的学员来参加 地球将原住民传统手工记忆 保存下去发扬光大 布里乡公所历经5周43小时的研习课程 终于在3月20号举办成果展 每一年的成果发表都让人惊艳 今年除了有传统手工记忆支部之外 还有木雕发表 我们看到我们原住民在我们布里乡 可以在每个角落里面 表现得非常的多彩多艺 我们今天的成果就知道 那代表后非常支持我们公所任何一个 对于原住民的活动 布里乡原住民手工艺传承了各项编织木雕 手工艺品小饰品等工艺 以及原住民族美食 透过这场发表会来认识原住民的编织木雕文化之美 我们想呈现的就是我们原住民的特色 我看到刚照了一千都是我们安民族文化的原住 从过去到现在 整个农业一直到现在的结构的改变 我相信过去很多的落过 我也感谢我们政府机关 我们移民会 我们新政府的工所 对这个区块大家都很认真来扎登 这场美丽的文化展览 即日起展出到4月初 地点就在副里乡老人文康中心 欢迎民众携手共同 来艺术之乡 欣赏原住民族 手工艺之美的成果展 记者高雙雙副里乡采访报道